WOWOWOW 讽します 今天我一个人 自己在这个大房子里面住 要克服自己的宇宙 屋子里面呢 没有其他人 就是我自己一个人了 等同於我在這個大房子裡Camping 然後這個窗簾我就拉上了 因為在晚上的時候裡面開燈 然後如果不拉上這窗簾的話 那外面的人是可以看進來的 現在關卡那邊沒有塞車 但是我選擇留下來不要回去了 因為我想試試看自己能不能夠 晚上的時候自己在這個大房子裡面住 會不會害怕 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害怕的感覺 因為屋子是挺亮的 挺透透的那個燈光挺透透的 只說晚上的時候 以前我都習慣了就是有人陪的 現在我是自己一個人 那Irene跟我說叫我回家去 然後Mia爸爸也叫我回家去 但是我還是選擇留下來 今天做了很多嘗試 我自己一個人開車進來馬來西亞 準備所有的東西都是自己一個人做 比方說讓兩個工人在房子裡打掃 然後我就在樓下等他們 以前都是帶著爸爸或者Mia他們來的 現在都是自己一個人 工人走了之後呢 我就洗澡了 然後就約了按摩師幫我按摩 然後去找按摩師 就是自己一個人去按摩約按摩的 以前都會有人陪 現在都是自己一個人 然後按摩完了之後呢 我就去逛街買衣服 再來就是我去買東西吃 因為本來是想要去餐館吃大餐的 後來就想 哎呀我減肥減得要死喔 等一下去吃一餐 然後又要減多少天才能夠把那個 卡路里給消耗掉 所以我就簡單的吃了 因為這幾天一直以來我都是吃水果 晚餐基本上是吃水果 然後瘦下來瘦得很快 我對吃現在也沒有什麼興趣了 就是簡單的吃 我現在是盡量心情不要波動太大 有些人呢天生呢就是很會玩 OK 就是只要是玩耍的時間呢 他都能夠很好的掌控 比方說可以自己一個人去旅行啦 自己一個人吃飯啦 很享受獨處的生活 但是我剛好是相反的 我是那種 只要是工作 我就可以獨處 我是工作方面呢 我可以自己思考自己解決問題的 有必要的時候我才會去找人家商量 然後去盡量的去解決問題 但是一般的時間我都是自己獨處的 那麼下了班之後呢 就是玩耍的時間 玩耍的時間我反而是不能夠獨處的 我必須要有人陪 所以世界上的人啊 形形色色什麼樣的人都有 我自己知道我是這樣的一個人 那麼在 我現在要做的就是 學習怎麼去玩耍 怎麼去玩樂 怎麼去放鬆心情 放鬆自己的心情 去跟人家講話溝通聊天 從聊天中得到樂趣 這是我學習的 這是我現在在學習 嘗試做的 做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我接下來的生活過得更好 因為接下來要退休了嘛 過不了多久我就要退休了 那退休後的生活就是 基本上就是玩耍了 已經沒有工作要做了 到時候如果我沒有辦法 放鬆心情享受人生的話 那我就會很糟糕了 所以我現在要嘗試的就是 去學習如何放鬆自己 然後學習如何獨處 學習如何自己去旅遊啊 如何自己去逛街購物啊 這些東西都是必須要學的 這些東西大家看起來 可能是很簡單的一件事情 對大家來說 但是對我來說 確實要學習的